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钟爱的文化共存亡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 至今想起来还是既让人心潮澎湃 又让人唏嘘不离 感叹之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南宋军臣为什么要选择崖山这样一个荒凉之地 与元朝军队做最后的决战 宋人不是善于守城吗 适合打野战的不是元朝的部队 南宋军臣这样做 岂不是弃长就短 他们怎么会这么杀呢 南宋军臣当然没有这么杀 崖山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而最终落到崖山这部田地 他们是被逼的 可以说他们是被逼上崖山 逼他们的人 当然有那些来势汹汹的蒙古人 而起到最直接作用的并不是蒙古人 而是南宋朝廷几十年来 一直非常信任倚重的一名大臣 可叹的是 这名大臣可能并不是南宋人 可能至少在他心里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人叫普寿庚 普是汉姓 不过普寿庚的普并不是出自于汉姓 而是出自于阿布的义音 阿布这个姓氏是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的姓氏 没错 普寿庚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 他的宗教信仰是穆斯林的逊尼汉 虽然他出生在中国 虽然他多年担任士博斯的最高行政长官 虽然他最近刚刚被提拔为敏广的安抚时 虽然南宋已经让他全清敏广 已经让他富可敌国 但当南宋面临最危难之际 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还是拔出了藏在怀中很久的那把圆月弯刀 而砍向的并不是蒙古人 而是对他们家族恩待多年的南宋君臣 这是在崖山海战之前的一次可耻的背叛 如果没有这次背叛 或许根本就不会有崖山最后的惨败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关背叛的故事 公元1276年2月 援军攻克林安 在林安陷落之前 宋公帝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异王赵氏 以及他的弟弟赵炳 还有他的母亲杨淑妃 在国舅爷杨亮杰的帮助下逃出了林安 林安就是现在的杭州 是南宋的行在 所谓的行在相当于陪独 南宋一朝没有帝独 因为他们一直视东京殿梁 为他们宋朝的帝独 赵氏一行逃出林安之后 他们先是到了温州 在那里与陆秀夫张世杰陈毅忠等人会合 后来因为援军继续南下 他们也只能不断的向南逃亡 最后逃到了福州 这时候已经是1276年的5月份 在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拥戴之下 义王赵氏被拥立为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的宋端宗 那时候宋端宗只有七岁 当年的11月份援军继续南下 南宋军兵败 福州也已经守不住了 无奈之下南宋军臣只好从水路到达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泉州 泉州是他们退守福建战略中的重要一战 其实早在林安被陷落之前 南宋的军臣们已经在考虑他们的下一步应该去哪儿 那时候南宋朝廷能够管控的地区 还有广东省福建省 以及浙江省的一部分地区 相比之下福建省是最好的落脚点 首先是因为福建省多山 多山的地形不利于蒙古骑兵的展开 再加上福建省临近海 如果陆地守不住 还能在海上继续逃往 而且福建省人口众多 经济富庶 可以为朝廷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再有就是福建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泉州 泉州那时候可以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 那里的人口众多 经济富庶 城墙高厚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 在南宋期间 肇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 就设在了泉州 所谓的宗正司 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室人员的一个机构 一般宗正司设在哪里 哪里就会聚集了很多的皇室人员 泉州也一样 起初的时候只有几百皇室人员在泉州居住 到后来随着繁衍升息 人数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千人 宋端宗一行在之前是历经劫难 处处碰壁 这时候他们最想去的地方 当然是他们家人住的地方 所以撤退到福建 早已是在南宋君臣的计划之中 而这个计划的重中之重 正是泉州 这就是为什么在宋端宗一行到达泉州之前 他们已经匿定 将在泉州定都 出乎宋端宗一行预料的是 等到他们来到泉州的时候 泉州城的大门并没有打开 南宋君臣以及十几万的军民 只好驻扎在泉州城外的一座寺庙附近 据宋史赢国公记记载 事欲入泉州 招服朴寿庚有意志 出寿庚提举泉州伯斯 擅翻伯利者三十年 事州治全 寿庚来业 请驻臂 张世杰不可 这段话是说呢 当时宣复使朴寿庚确实是来到了宋关宗的驻地 拜见了宋端宗 并且请求赵氏入驻泉州 但当时在场的张世杰却对宋端宗说 不可不可进入泉州 这就奇怪了 宋端宗一行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泉州 在那里能够重新整顿兵力 抵挡援军的入侵 那么现在既然朴寿庚请求他们入城 张世杰为什么不同意呢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 张世杰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刚才的那两句史料中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招服朴寿庚有意志 也就是说张世杰已经看出来了 朴寿庚有祥元之意 朴寿庚让宋端宗入城 可是并没有让他们率领的十几万军民入城 如果朴寿庚那时候是坚定的站在南宋这边的话 在南宋大军来的时候 他完全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打开城门 迎宋军入城 又何必多此一举让大军驻扎在外 而只让君臣入城 他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 那么张世杰为什么会怀疑朴寿庚呢 其实早在南宋朝廷准备他们福建撤退战略的时候 蒙古人也已经注意到了 蒙古人也认为南宋朝廷很可能会逃亡到福建 而福建最重要的城市就是泉州 而在泉州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普寿庚 所以蒙古的丞相伯延在攻占临安之前 就已经派他的使者去与普寿庚联系 劝普寿庚投降援朝 但当时普寿庚是拒绝了 现在回想起来 普寿庚之所以拒绝 并不是他对南宋仍然保留着忠心 而是那时候临安尚未羡慕 如果南宋政权能够守住临安 或者守住以后的某个城市 仍然保持偏安抑郁的局面的话 那么普寿庚所在的泉州 自然还是在南宋的辖区范围内 还受到南宋政权的节制 所以在局势未定之前 如果他就选择投降援朝的话 那么他的好日子肯定就算是到头了 缓过一口气的南宋朝廷 绝对不会放过他 所以他才拒绝了蒙古人的劝香 他在等待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等到临安陷落 蒙古人长驱直入的时候 普寿庚已经知道南宋大势已去 临安城是三月份陷落 五月份的时候 普寿庚就明里暗里的帮助当时南宋的一名叛将 叫夏景的对抗南宋的军队 所以其实从那时候起 普寿庚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已经站到了元朝人的那一边 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而已 很有可能敏锐的张世杰 已经注意到了普寿庚的这些变化 再加上他俱成不纳宋天子的反常行为 张世杰绝对有理由怀疑普寿庚的忠心 他担心普寿庚是在又宋关宗君臣入城 然后一举拿下作为他归降蒙古人的投名状 那么普寿庚是何许人也 他又是如何爬到如此的高位的呢 普寿庚的祖辈是来自于西域阿拉伯地区 差不多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他的祖先就已经移居到了现在越南中南部的战城 在那里经商主要是贩卖一些香料 但生意做的并不好 家道是日益衰落 后来他的父亲普开宗率领着家人移居到了中国的广州 而后又迁居到了泉州 到了泉州以后 依靠着泉州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 和宋朝宽松的对外国人的政策 普家的家族生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普开宗甚至当上了一个叫承接狼的纵酒品的小官 到了普寿庚这一带 由于普寿庚善于经商 他们的家族逐渐变得壮大 再后来因为阿拉伯的商队在海上贸易中经常受到海盗的袭击 所以这些阿拉伯商人们就自己组织了一支军队 用来保护他们的商船 这支实际上是由普寿庚兄弟所控制的军队 击退了海盗 普寿庚也由此赢得了南宋官员的信任 再后来他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 最后竟然执掌了士伯斯 士伯斯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官 此时他是一官一商 在泉州可谓是指手青天 他的家族垄断了包括香料在内的好几种大宗商品的贸易权 当时他可谓是富可敌国 他的奴仆就有上千名 商船几千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南宋朝廷对他一直是信任有加 一般南宋的地方官员是三年要轮岗一次 而普寿庚在士伯斯这个位置上 一坐就坐了三十年 南宋朝廷对普寿庚的恩态 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即使是这样 南宋的皇帝仍然有点担心他的忠心 所以在临安陷落之前 出于对撤退福建战略的考虑 又加封普寿庚为明广安抚室 这是一个更大的官 南宋的皇帝希望能够借此 能够换取普寿庚的忠诚 但他们忘了 狼终究是狼 狼行千里 还是要吃人的 据宋史迎国公记记载 或劝士杰留寿庚 则凡海伯不令自随 士杰不从 纵之归 既而舟不足 乃掠其舟 并莫其祸 寿庚乃怒杀诸宗史及士大夫及怀兵之在权者 士宜朝周 十二月 寿庚及知州 田真子 以城祥 这段记载呢 是刚才引用的那段史料的继续 是说当浦寿庚到了南宋的驻地 想劝宋 端宗君臣进入城中 遭到了张世杰的拒绝 当时有人给张世杰出主意 说应该扣住浦寿庚 这样的话 浦寿庚的船队就不得不跟着我们一起走 但当时张世杰拒绝了 还是放浦寿庚回到了城中 再以后 因为物资短缺 张世杰就命人抢走了浦寿庚那些 停泊在南宋驻地附近的那些船只 以及船上的物资 此举引得浦寿庚大陆 他就在城内开始屠杀 肇室宗室子弟 以及在泉州的那部分怀兵 所谓怀兵就是那些在江淮一带 一直抵抗援军 并且随着宋朝皇室且战且退的 那些忠勇的战士 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在之前已经进入了泉州城 张世杰抢了浦家的船只与货物 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很蛮横 但其实并非无理 第一 浦家的家产虽然是浦家人经商所得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浦家发达的过程中 南宋政权给予他权力的庇护 所以他的部分家产 一定程度上来说 应该说是权钱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张世杰以南宋政权的名义 莫说浦家的部分财产 这其实也说得过去 第二既然张世杰已经认定浦家已经强员 那么浦家的船只物资 这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敌产 这些物资迟早也会成为 攻向南宋政权的军事物资 浦首更强员以后 在援军进攻南宋政权的过程中 他是要钱给钱 要粮给粮 所以张世杰没收这些物资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其实并无不妥 即便退一万步来说 蒲首更觉得张世杰抢了他的私有财产 他觉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他大可以一次为借口公开降员 虽然实际上在这之前 他早就投降了 不过这次张世杰倒是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借口 使投降之举变得合情合理一些 但实际上蒲首更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蒲首更开始紧闭城门 然后就对泉州城中的宗室子弟开始了一番大屠杀 蒲首更派他的儿子普世文带着大队人马 就杀向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宗室子弟 这些人不论男女妇孺 尽界被砍断四肢 让他们躺在雪铺中 在痛苦的哀嚎中慢慢死去 我们很难理解 蒲首更到底跟这些宗室子弟有多大的仇 这些宗室子弟常驻泉州 作为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蒲首更自然与这些人经常联络 也可能在这之前 他们还把酒言欢称兄道弟 可一旦涉及到了普世的利益 蒲首更立刻放下了酒杯 拿起了手中的圆月问道 浑然忘了他们普家 从战成的一个破落的商库 最后发展成了泉州第一富商 在这一过程中 宋朝以及宋朝的皇室 对于他们家族的恩怠 蒲首更为什么要杀这些宗室子弟 我想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不用说了 肯定是泄愤 第二是毛取财产 既然张世杰抢了他的船只 他就要抢宋朝宗室子弟的财产 宋朝宗室子弟在泉州已经开花散业了近百年 家族人数众多财产崩厚 蒲首更此举其实就是毛财害命 蒲家人他们不单是抢了活着的财物 连死去人的财物他们也没有放过 宋家的宗庙祖宗的林寝被他们一一捣毁 墓穴中的财宝被他们截掠一空 宗室的骸骨被他们胡乱丢弃在光天化人之下 第三就是表忠心 他是要向蒙古人证明 他已与南宋朝廷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他是要一心一意的报效元朝 宋朝宗室子弟不顾一切的逃离这片地狱 但很多还是被抓回来 于是他们又坠入了更深一层的地狱 还是有幸运的宗室子弟逃了出去 于是就有了后来生无死诏的一幕 在泉州附近近江的吴氏家族 每当这个家族中有人顽固的时候 宋葬队伍的最前面的大灯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大的字 吴氏 而等到安葬完死者宋葬队伍归来的时候 队伍的最前面的大灯上赫然却写着赵氏两个大字 这就是所谓的生无死赵的习俗 吴姓家族中的男性成员 生前随外祖姓吴 死后恢复本姓姓赵 在吴氏宗祠的石碑上有着这样的记载 温灵安平星塔吴氏者 乃宋太祖第十七世孙世道公之义也 袁末间赤道公为碧原祸害坠居黄墩 转宅星塔里随从外祖姓吴 生无死赵 是赵氏族人对晋江吴氏族人的感恩 同时也是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自己家族的历史 即使是千年已过 那段残忍的掠杀 那段痛苦的经历 那段生离死别的痛楚 仍然铭刻在他们的族群记忆之中 现在已经很难统计 普首庚这次泉州城内的大屠杀 到底杀了多少人 有人说是三千多人 也有人说是几万人 有可能的是 当时在泉州的宗氏子 第三千多人已经全部遗难 另外还有很多不愿投降元朝的汉人 其中帮助宗氏子 逃离的徐氏家族被灭族 此外还有泉州城内的士大夫 以及怀兵 他们都惨遭普首庚的毒手 几个月以后援军抵达泉州 普首庚这次打开了城门 让援军进入 援军进城以后 普首庚为了表达自己对元朝的忠心 又开始了一轮对汉人的屠杀 元朝人本不惜水战 普首庚在这方面也给蒙古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他帮助蒙古人打造船只 训练水军 然后他的人 他的船 与援军一起追杀 扔在逃亡中的南宋军民 我们在武打小说中经常读到的南少林寺 也是在这场兵乱中被毁 据西山杂志统治记载 宋景宗元年 清元少林寺千僧反 普寿庚之强元 援冰追至少林寺 激起千僧之奋也 刀光剑影 已依当时 援冰尸横清元城东 枕海遍野 缩都治发石 千僧避焉 存者百人 王入德化 这是历史上泉州少林寺的第二次被毁 第三次被毁 则是发生在清乾隆年间 乾隆皇帝担心少林武僧与正成功勾结 所以派人焚烧了南少林 屠杀过后的第二年 趁着援冰撤离福建之际 张世杰率领着南宋军队围攻泉州 此举一来是为了复仇 二来也是因为泉州的重要性 张世杰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拿下泉州 作为抗援的基地 蒲兽庚率兵死守 同时命人暗中通知援军 让他们派军策椅 等援军赶到的时候 张世杰无奈只好撤军 此次围困战总共持续了将近90天 蒲兽庚属下的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人数并不多 但仍然能够坚守三个月之久 那么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南宋的军队进入泉州城 并且与蒲兽庚的军队一起守城抗击援军的话 援军未必能够拿下泉州城 甚至有可能最终弃而不攻 就向援军后来攻打越南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以后的历史进程就会存在着很多的变数 由此也可见 蒲兽庚对南宋政权的迫害之深 有人为蒲兽庚辩护 说蒲兽庚是奉旨投降 确实谢太后和宋公帝投降以后 确实是向各地驻守的将军们发出了诏书 让他们投降援朝 但我想那些奉召投降援朝的宋军将领 其实他们本来就想投降 谢太后的诏书 不过是让这些投降的脸面变得好看一些 真正不想投降 即使收到一百份这样的诏书 他们也不会投降 比如说镇守扬州的李廷之 他就对送来这样诏书的使者说 我只知道有奉旨守城的诏书 不知道还有奉旨投降的诏书 还有人说 正是因为蒲兽庚的主动投降 才使得泉州城免遭战火 以至于后来成了东风第一大岗 如果照此逻辑 蒲兽庚成了功臣的话 那么那些死守孤城将士们 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进入元朝以后 泉州确实是更加的繁荣起来 大批的国外商骨云集在这个地方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阿拉伯的商人 不过这种繁荣 与南宋时期的繁荣还是不一样 在南宋期间 汉人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而此时汉人已经变成了 社会地位最低的男人 而蒲兽庚的族人 以及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那些商骨们 则成了色慕人 色慕人在元朝是得到优待的 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当时的男人 所以即使说泉州变得繁荣 那么这样的繁荣 到底是谁家的繁荣呢 到了元朝后期 在泉州的藩商已经达到了20万人之距 占据了大半个泉州城 而当时的汉人 汉人并没有从元州的繁华中受益 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端的商品交易 汉人的交易区与藩商的交易区是分开的 元朝后来实行海禁 也是只进汉商 不进藩商 泉州成了藩商的乐园 而藩商的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导致了元朝末年的伊斯巴西战乱 伊斯巴西是波斯语 是民兵的意思 这支队伍是由波斯的阿拉伯人出资建立的 他们也是伊斯兰什叶派穆斯林的教徒 使得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成了国中之国 其实这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他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但很快 他们的内部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徒分为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 伊斯巴西是什叶派教徒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普世家族则是逊尼派教徒 当时泉州的士伯斯提举纳乌纳也是逊尼派教徒 而且他还是普寿庚的儿子 不是人的女婿 对不起口误 不是不是人 是普诗文 纳乌纳在补家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叛乱 这次叛乱是针对那些什叶派教徒 伊斯巴西武装的 不管是伊斯巴西人还是纳乌纳的手下 他们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对当地汉人的屠杀 最终元朝派出名将陈有定平定叛乱 陈有定的手段非常毒辣 他对于这些藩商也是异常的残忍 据史料记载 凡西域人尽兼之 胡发高鼻有误杀者 闭门行诸三日 陈有定恨透了参与叛乱的普家族人 凡普诗者面西方 西令据五行而诸之 弃其诗于诸曹中 报再诵行试逆 从那以后 普家人的光芒散尽 那些姓补的人 慌忙的将自己的姓氏 改为姓黄 姓甫 姓苗 还有的居然改姓吴 和当年的宋朝宗世子弟 改用一个姓氏 这也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明朝建立以后 曾经打着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 重献大宋一片天的明太祖 朱元璋 对朱元清宋的补士 更加是恨之欲绝 再加之朱元璋本来就仇视商人 而补兽庚在朱元璋眼里 更是一个妥妥的奸商 所以朱元璋命人 刨开了朴寿庚的坟墓 将他的尸骨拉出来 鞭尸三百 并且下令 补士后人 世代为奴 被列入剑基 即使是到了洪武七年 朱元璋大赦天下的时候 还没有忘了补士 特别提到 为补士余孽 细配荣武 禁雇 士士无德 登士吉 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 尚且是明辩是非 而现在有些所谓的宝学知识 那些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 竟然还不如朱元璋 在卯度的榜业上 我们可以赫然看到 说朴寿庚对中华民族 做出了重大固险 据说在泉州 朴寿庚被请进了文庙 我相信此举足以让孔圣人离家出走了 在有些博物馆中 朴寿庚也以正面的形象昭然于世 我们常说历史会重演 恐怕就是因为 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而历史有时候却又像一个耐心的 但是不太厚道的老师 他会不厌其烦的 一遍又一遍的 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再重演一遍 直到你真正记住为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